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 今天呢 带你去看一辆非常牛逼 非常牛逼的一辆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过去 这辆车呢 是一辆17年出厂 19年上牌的一辆阿尔法罗密欧 2.0T 低供版本 呃 当时全 全部办下来将近 35万多 36万 左右 然后这辆车的保值率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颜值是非常的帅 操控也是非常的牛逼 比宝马三系 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 这就是它的钥匙 是不是相当的帅气 这辆车的当时 完税价 要36万多 啊 将近40万 19年的车 今年20年 开了一年 跑了15000公里 你们觉得这辆车现在值多少钱呢 然后呢 这辆车呢 是我们 22万5收的 全车原版 全车没有试固 全车原版 啊 它就是保值率不好 如果说你要考虑二手车 还想要一个很扎实的车 那这辆车 啊 那这辆车绝对是你的 独二之选 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辆车的内饰啊 一起看一下这辆车的内饰 这辆车的内饰是非常的骚啊 非常的骚 它的座椅也是非常的低 你坐在里面就感觉坐在了 坐刀里啃 坐啃里的感觉啊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这辆车的室内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饰 几乎零磨损 因为它只跑了一万多公里 它的音响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隔音也是非常的不错 哎呀 真的是一辆特别华丽的车 如果你没有钱买法拉利 其实这个阿尔法罗密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你开到了阿尔法罗密欧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什么宝马三系 什么奔驰C级 都不在话下啊 都不是它的对手 因为这个车就前面那个倒三角 就一个字 帅 这个车呢怎么说呢啊 你坐在车里感觉 感觉就好像坐在了坦克里面 反正就是视野不是很好 就感觉那个包裹性特别的强 包裹性特别的强 然后你就是坐在这个车里面 感觉就是与世隔绝啊 这种感觉 然后呢首先我们要开这辆车的话 必须先把这个钥匙啊 先放在这里 之后呢 它这个一键启动是在这里的 按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帅气的 这个也是电子挡啊 跟宝马那个挡是差不多的 电子的 手刹在这里 它这边这个东西呢 是三个模式 DNA 这是三个模式啊 具体什么模式呢 你们可以在网上参考一下啊 这个就是那个控制这个的 控制这个屏幕的啊 当你把这个点着火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屏幕 只有这么一小弹子啊 只有这么一小弹子 那么好 现在我们来到它的后排 看一下它的后排空间 怎么说呢 这个后排 是特别的趋 啊 特别的趋 特别的家人 还没有 还没有我那个上库的后排空间大 啊 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难受 你知道吗 特别的难受 施展不开 那么好 现在我把这辆法拉利他表弟 跟我的这个上库放在一块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车 啊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车 在当时新车办完 是办完办完办完后 啊 的价钱是差不多的 都是三十多万啊 都是三十多万 而且他们两个车 也有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的不保值 啊 这两个车也是特别的不保值 啊 你们觉得这个造型的话 啊 造型这一块 你们 你们觉得哪个帅 啊 相信有很多朋友们 都想看一下这辆 法拉利他表弟的内脏 啊 现在我给大家 把这个内脏打开啊 看一下他这个内脏 到底是啥 啥样色的呀 哎呀 这个这个鸡个也是特别的轻薄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发动机舱里面啊 也是特别的饱满 特别的丰富 那么好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话 评论加关注 如果想看 阿尔法罗密欧赛跑大众上库的话 关注我 下一期视频更精彩 拜拜